导航员场获的天花板在哪里 苏联空军用一次离奇的迷航事故告诉你 因为机组成员对飞行计划的执念 硬是把一次本一向东的飞行任务飞成了向西 而且整件事情最神奇的是 局舍非反的方向 除了成功干掉了目标 整个飞行计划居然错的像镜子中照出来的倒影 知道完成了航线 机组也没觉得有问题 镜像飞行迷航计 一次最不靠谱的靠谱飞行 是如何练成的 1983年3月23日深夜 米哈伊尔齐若夫少校带着机组 登上了托22轰炸机 他的右眼皮跳了一整天 这让他觉得似乎有倒霉受药发生 这几天全师都在应对苏联空军 发起了83打击军事演习 本来预定的演习任务都差不多完成了 没想到总指挥基耶莫夫元帅又突然给他们加戏 宣布在离海发现了敌人的战舰 必须尽快将其摧毁 为了考察任务执行情况 元帅几天前就清零基地 此刻正和涅斯杰罗夫市长坐在塔台上 盯着齐若夫少校的这架托22轰炸机 能不能给全师长脸 就看今晚的这次夜行出击了 可是老天爷格外不疯场 今晚的风向一直在变 气象部门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预报 但领导在盯着 已经来不及等风向稳定了 任务简报直接使用向西逆风起飞 制作了飞行计划 按照规定引擎发动后 首先要将飞行计划的航向信息 录入轰炸机的导航系统 托22轰炸机使用一种基于惯性制导的导航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将起飞点与目标点连成一条直线 以这条线的方向作为零度 导航员就是在这条直线的基础上 计算出整个飞行计划中 每个转向点的角度信息以及航线 将这些信息一起汇总 形成飞行地图 飞行中导航员按照这个地图 结合地形和仪表信息来实现导航飞行 按说导航员的这个工作 就是个枯燥的安不就班的活 而齐若夫的导航员德罗甘斯级中尉 也确实是安不就班的 准确将信息录入了导航系统 他做梦也没想到 接下来他即将酿成一起离奇的飞行事故 登上火爆热搜 由于元帅秦林基地 涅斯杰洛夫市长自然是寸步不离 为了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涅市长赶走了一直负责指挥起飞的卡拉伯夫中校 自己亲自下场 在塔台上指挥托22起飞 谁称想临近起飞时 风向再次发生变化 变成了东风压倒西风 涅市长马上通知齐若夫少校的机组 改变飞行计划 由原先向西起飞 改为向东起飞 齐若夫少校的机组有三人组成 他负责驾驶轰炸机 马莲斯基中尉负责火攻系统 德罗甘斯基中尉负责导航 改变起飞方向的命令下达后 齐若夫少校和马莲斯基中尉都听到了指示 但最关键的德罗甘斯基中尉 不知道是无线电问题 还是发动机噪音太大 则完全没有听到这个命令 看一眼图22的奇葩设计就能知道 飞行员与导航员完全不在一个空间中 只往他们聊聊天 跟通下信息也是不太可能 更要命的是演习要求 必须在接近真实的工作条件下完成任务 因此从地面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起 这组成员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 直到降到在巴拉诺维奇空间基地 齐若夫少校驾驶的轰炸机 开始在跑道上滑行 他没有想到 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 已经被设置成了180度的误差 等他们再次归来 人生已发生巨变 头22在夜间起飞的场面相当壮观 一架沉重的大家伙在跑道上高速奔跑 后面拖着足足有13米长的明亮火焰 迅速升空 他在上所有的人都很有兴致地 欣赏了这一幕壮丽的画面 但没人注意到 轰炸机起飞后本应该继续向东飞 但他却转向了向西飞 机长完成起飞后 开始设定第一个航点的航线 但让他纳闷的是 上下左右都看不到一起出发的廖机 商校觉得有些不对劲 此时已经接近第一个转向点 他马上要求导航员检查航线 前座导航员似乎是犹豫了一下 不过马上报告说航线没错 即将抵达转向点 现在前方应该能看到三角形的巴库市 切尔夫少校向前望去 黑暗的海面背景下 一个三角形的半岛城市映入眼帘 尖端向右弯去 他不仅感慨 虽然巴库是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首都 但在空中看起来可真不大 这个城市确实不大 因为它根本不是巴库 而是北方小城叶伊斯克 按照正确的航线图 他们起飞后应该转向东南方向 然后绕过巴库转向 但因为临时调整起飞方向 使整个飞行计划调整了180度 此刻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西北方向飞行 北京经过朝向离海的巴库 变成了朝向亚素海的叶伊斯克 如果导航系统设置错误 其实可以在飞行中通过地面参照物 来发现和修正 但这两座小城不但形状类似 而且与飞行起点的距离还基本相同 这就让全体机组错过了 纠正错误的第一次机会 悲催的是 这还只是一连串巧合的开始 按照飞行计划 托尔士尔轰炸机绕过他们认为的巴库事后 转向他们认为的离海 在河面上转了一圈 居然还搜索到了目标 并模拟发射了一次导弹 只不过那个目标可不是敌人的战舰 而是一座钻紧平台 那上面的工人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刚刚被返航母导弹 炸上了天一次 一连串的顺利 让齐若夫社小 对导航员的业务水平完全放了心 他不再反复检查地形 开始完全依赖导航员提供的信息 更要命的是 接下来他们又经过了索契和地比利斯 而这两座城市 又完全和航线图上的 马哈切卡拉和埃斯利塔完全对应 这使得导航员直接把自己的飞行地图 打上了思想刚硬 整架飞机上三个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核对一下罗帆信息 只能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 全都是人才 正当齐若夫少校完成任务 开始返航时 他们并不知道 这架托尔尔尔 已经被苏联国土防空军给盯上了 早在接近夜一四个时 防空军的雷达就已经发现了 这架身份不明的飞机 这火完全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 而且对无限电呼叫没有反应 但迪沃识别系统显示 这还应该是自己人 防空军一度认定这是一架客机 大马民航空中管制 改变了飞行计划也不通知他们 但后来发现这架已游荡的飞机动机不纯 在亚苏海上突然转向 开始沿着黑海岸边 凶速向苏联边境移动 这一下子可就碰到了防空军的麻尖 一时间紧零大作 凌晨2点53分 两架苏15截击机 呼啸的从地比利斯空军基地紧急升空 前去拦截 这架有叛逃嫌疑的不明飞机 防空军水平高 两架苏15在地面雷达的帮助下 迅速锁定了齐若夫的图尔什尔 但在正准备发射导弹时 突然发现目标消失了 原来根据任务要求 图尔什尔的武器系统官 此刻恰好开始部署电子对抗 正是这个动作 瞬间遮蔽了苏15的雷达 明明中救了齐若夫一行人 武器系统官马连斯基中尉 可能是这架飞机上 今天唯一一位靠谱的人 凌晨2点58分 这架图尔什尔 轰鸣着飞越苏联边境 进入了伊朗的领空 随着深入伊朗境内 导航员的声音越来越不自信 按照计划 飞机此刻应该经过 库尔斯克州的库尔斯克市 前方也确实出现了一团 巨大的城市光团 但让人疑惑的是 库尔斯克这个小城这么繁华的吗 而且哪来的这么多山啊 齐若夫少小开始觉得 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航程航向和地形参照物 也都没问题 一时间没想明白 他的直觉很对 因为前面并不是库尔斯克 而是伊朗共和国的首都 德黑兰 正常情况下 给机长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样飞到伊朗 此刻两院战争正打到热火朝天 而托尔斯克尔正是伊拉克 经常用来轰炸伊朗的飞机 低头雾水的机长 右眼皮跳得越来越厉害 要求导航员德罗干斯基中尉 使用彗星系统进行再定位 这个彗星系统 其实就是个无线电三角定位 飞机发送一个编码后的无线电信号 虽然各地的多个无线电接收器 收到后对船楼员进行三角测量 并将其坐标返回给飞机 因为精度感人会产生 30至40公里的误差 飞机上并不常用 但此时用一下 应该也没什么坏处 但调诡的是 历来有求必应的回行系统 此时没有任何回应 与此同时 导航员报告 这次任务的终点 巴拉诺维奇空军基地就在前方 应该做好着陆准备 而这句话 是这位导航员在这次航班上 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吉尔夫驾驶着他的土耳十二 开始在所谓的巴拉诺维奇上空盘旋 寻找所谓的空军基地 而下面伊朗马沙德镇的牧民们 纷纷开始骂娘 你有没有功德心啊 又吵又闹的 街坊们不用睡觉了 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 在一堆山区中 一直找不到机场 让齐洛夫少校越感到大势不好 开始回忆初中地理课上的知识 苏联的山区大概都在哪里 他从北方的卡雷利尔山 向到了南方的卡尔巴仙山 拿到他们向西 一直渗入到了欧洲腹地 机场越想 抱着后面越凉 不再纠结五千天静默 开始呼叫他意想的 卡尔巴仙山附近的三个空军基地 但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他好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导航员 三个空军基地 汇星系统 辽机 指挥中心 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指导他看到了前方 慢慢升起的太阳 齐洛夫少校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如果他们一直在想西飞行 说什么也不会看到太阳在面前升起 他再次呼叫导航员 但耳机中的导航员沉默不语 不过这样也好 这个大哥要是再开口说话 你说飞行员 他该听还是不听 齐洛夫少校直接把轰炸机转向北方 不管怎样 北境永不忘 毛雄向北一定能够回家 此时这架轰炸机 已经在空中飞行了三个小时 燃料开始告警 情急之中 机长开始在公开频道上发出缺救信息 很快 位于苏联边境的马利亚空军基地 哄应了他们的呼叫 虽然齐洛夫翻遍了飞行目录 也没找到这个空军基地的名字 但已经顾不了太多 就算是敌人的基地也得落下去 机长的燃料 甚至不允许它再次复飞 万幸的是 虽然跑道很短 超级速轰炸机在塔塔的引导下 第一次尝试就成功着陆 在这个难忘的夜里 全体机组第一次搞清楚 他们飞出了一条怎样的航线 一架超级速轰炸机 携带新型反航母导弹飞往伊朗 这件事立刻把高层的脸都漆黑了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 主要原因 就是导航员设定的那个错误航线 不过即使如此 导航系统并不只是一套 通过各种仪表数字的比对 他还是有太多次机会 能够纠正这个错误 但这位大哥实在是太轴了 始终拒绝怀疑他认定的方位 使整个机组以相反的方向 完成了一次镜像的飞行路线 而整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比这次迷航还让人匪夷所思 机长齐若夫少校被认定 对整个事件负主要责任 后来还陷入到无休止的叛逃调查中 最终退役了失 还记得那位被市长替代了的坦台指挥吗 他也称了领导的背国侠 而主要肇事者导航员大哥 却没有太大影响 一直干到团部主任 以稍效军衔退休 那有很多小民就会问 那为什么这架轰炸机 在伊朗上空飞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被击落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会儿伊朗刚好发生了地震 全国上下一团乱 实在是顾不上管这架 莫名其妙的飞机了 感谢看到这里的可爱小伙伴 也感谢为阿农点赞的榜一大哥 也可以去我的橱窗中捞一眼 里面可珍藏着一本大宝贝 所以我们下期见